IKEA 他們也要抵制喔 對不對 瑞典什麼汽車啊 木材啊 中國這種抵制行為 當然對很多國家都會產生一種威嚇作用 但是我覺得這個效果越來越減低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不是只有中國這個市場 你看那個樂天集團 當初這個中國因為那個薩德導彈事情 因為他設在這個樂天的一個高爾夫球場 也不是樂天主動提供 是韓國政府要求的 中國就大規模的去抵制樂天 超市什麼 樂天怎麼決定 最近全部撤出中國 因為他覺得你這個國家的這個市場太不理性了 你受政治的影響太大了 那我覺得沒有錯 這個事情可能 但是我覺得對於瑞典來講 我看的是全世界的市場 IKEA當然對中國有 但是如果你今天這麼不理性的對IKEA的話 那我們看到只是讓全世界鬧笑話 因為中國人民是你自己在瑞典 是我這個脫序行為 那如果你真的 那我覺得現在中國騎虎南下是什麼呢 因為習近平上來之後搞這個民族主義 好 那你現在這個瑞典是這樣打臉你 那你要怎麼辦 你政府要不要強硬 你如果真的對瑞典強硬的話 中國現在中美貿易大戰已經搞到 已經可以說是非常的頭大了 失業率不斷的增加 這個如果再下去 瑞典也加入的話 那請問你 你是不是腹背受敵 誒 方老師 我說實在 那賈衰 呼天搶地那個 還有隨地大小便 那是你的親族 因為兩岸一家親 是是是 我不覺得親 我覺得太遙遠了 那你親家 但是有人就在問說 為什麼中國人就憋不住 我們講為什麼他說那個會大小便 中國的小兒童 你看在那個飛機上 在走道上就大小便 在香港的地鐵 可是人家是有鋪報紙耶 對啊 然後這個人要給他獎勵 至少有鋪報紙 不像人家鋪報紙沒鋪 可是很多人就說 上次不好意思我講 真的 那個也是新聞 就是在台灣的遊覽車 中國觀光客在 他在走道的後面 他在那邊打 然後那個司機 因為臭嘛 司機就問他說 你怎麼可以隨便在這邊大小便 我有鋪報紙啊 他把報紙折成像馬桶一樣 我們知道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心理學家 他叫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他講過 他說小孩子出生 從零歲到18個月 他這個叫做口腔期 18個月到36個月叫做鋪門期 那口腔期的時候 你的孩子就想吃 吃母乳 這是一種滿足 等到18月他開始自己要上廁所 這個時候家長有沒有好訓練他 就是上廁所很重要 就影響他的人生 如果沒有訓練好 他會形成一個鋪門情的 沒有這個出現一些 後來對他人生會有很大的一些問題 例如說他會非常的吝嗇 非常的頑固 非常的倔強 不講道理 那現在中國大陸 還是說很多人就是因為 出國為什麼會不講道理呢 耍賴呢 就鋼門期沒有訓練好 這個為什麼沒訓練好 你看中國小孩子 到現在為止 穿的是開當褲 開當褲什麼意思 就隨時可以尿 隨時可以尿 但現在比較文明的 現在大城市就有什麼紫尿布 那你現在去看很多鄉下 現在還是穿開當褲 那現在的中國的成年人 他小時候也是穿開當褲 那開當褲就是我到哪裡小都可以 我想上就上 想拉就拉 所以在中國現在 即便現在在高鐵上面 也是還有人 還有嗎 還有啊 所以中國空姐說 他們在國內的航線 已經是失控見慣 但是他們這個習慣到了國 飛機上啊 對 飛機上也有啊 飛機有廁所啊 有時候人太多啊排隊啊 你看我們說 我們那個吃完那個飛機餐 都要排隊上 他憋不住啦 對不對 他就直接在走道上就那個啦 所以中國的空服員 還要負責一個其他工作 除了抽餐具之外 不過那乘客也會抗議啊 因為很臭啊 乘客也會抗議啊 他就拉了你怎麼辦 你怎麼不能大家縮回去吧 他已經就解決了 他褲子一脫了 你褲子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我 而且大家有點司空見怪 因為中國其實 大家都沒有公德心 沒有公德心外 我也不想去管閒事 我管閒事幹嘛 對不對 這個 大家不願意去管別人嘛 就把這些 所以我覺得這種情況 就造成了中國 他現在 他在國外去 所以你看瑞典 用這個符號 這個一個帶個斗力 那個拉死的那個圖片 那個那個馬克 其實是很侮辱的 這很侮辱中國 而且針對中國人 中國就是說你這種文化素質 所以我當然覺得 中國會很生氣 你為什麼會承認這個現象 你要自我檢討 而不是還在動過民族主義 那你三個民族主義 你底子好不去瑞典 瑞典本來就不是靠觀光之外 完全是靠觀光 他的高科技 他的技術非常的厲害 他也有石油這些 所以我覺得 中國要去用這種方式去制裁別人 那你要看對方受不受 理不理 我覺得瑞典根本就不理 你怎麼制裁也沒有用 那中國最後就提到鐵板 那自己摸摸鼻子說回去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們說中國叫什麼巨嬰現象 什麼叫巨嬰 就像一個大的baby 這也是我剛剛講的 鋼門其實沒有說 像大嬰兒大baby 稍微說他一下 他就開始玻璃精就睡了 那你現在連中國領導人 也是大baby 人民也是大baby 都是巨嬰 那所以就會很不成熟 很不成熟做出來的結果 我覺得就會被世界很多國家 文明國家覺得 當作是一個笑話來講